北京电视台 北京电视台 观众好 我们现在为您转播的是 2018年中国支队的国际友谊赛 这场比赛在南京的奥底中心 中国队是主场迎战叙利亚队 这是中国队为了备战2019年 1月份进行的亚洲杯 阿林丘亚洲杯的备战工作的 又一项国际比赛 上一场比赛刚刚在十一期间 10月8号 0比0占平了印度队 那场比赛是在苏州进行 而那场比赛 其实大家比较关注的其中一点 就是郑志和高林都是完成了白场 国家队的白场比赛 当然郑志最后是没有登场亮相 那么从今天的手法来看 朱老师刚才也介绍 实际上人员变化还是比较大 当然可能李皮除了考虑到 两场比赛的正常轮换之外 还有考虑到有些球员 尤其是一些争冠球队当中 在周末中超的任务 对 今天的比赛 其实还可以重点看看 池中国和金晶道 这两个人 李皮还是愿意给他们更多的机会 去考察一下 尤其是金晶道 上一场打印度那场比赛 有点游离于整体之外 国家队首秀 对 他很努力 很积极的跑动 但是他和全队的整体 好像跑不到一块 被换下场 可能他自己有点郁闷 其实他在山东 他是一个相对前场 活动范围比较大的球员 围绕着佩莱和塔尔德利 他作为进攻的第三发起人 但是在国家队显然没有这样的体系 让你去适应 你只能去主动的去根据国家队的体系 来去进行一个融合 进行到这个赛季 在山东武能的发挥 要较前几年有更突飞猛进的进步 是吧 但是朱老也强调了 来到了国家队又是一个新秀强 对 所以对你来讲 一方面要适应国家队的比赛节奏 另外要适应和大多数这些老队员 国字号老队员的特点 对 还有包括池中国和无锡 池中国是以中场的小范围的短船过渡为主 无锡是向两个边路大范围的转移 这两个人有点像一长一短的风格 那么他们今天在中场来进行怎么样的一个配合 双方的球员已经跟随着裁判组来到了比赛现场 南京奥提中心 今天比赛的主裁判 依旧是来自于亚洲金少 乌兹别克斯坦的伊尔马托夫 刚才我们也看到了中方的裁判员是马宁 马宁今天负责的是第四官员 三个裁判员的场上执法 都是来自乌兹别克斯坦 这和第一场吹印度那场比赛 是完全的一个裁判单的 既然请来了就连续干上两场 对 也适应一下一周双赛 那么赛前按照惯例 还是奏唱两国国歌 还有三国歌 和三国歌 我也是一周遇到 不在我的手 同时 我们在这里 那我们还是一周遇到 这和您对这和说一道 那我们有什么 就是我们是一周遇到 那我们是一周遇到 我们的关节 我们是一周遇到 我们的一周遇到 我们的行举 我们是一周遇到 我们是一周遇到 我们的一周遇到 我们是一周遇到 那么一周遇到 王 ślil暴óte ul ulā Tuhāki insama'a bĶa piāni samā 王 ślil暴óte ul ulā Tuhāki insama'a bĶa piāni samā BĶa piāni samā City and now the national anthem of the people's department of china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是中国队2比2 当时就是礼皮带队 跟对方打平 这是今天的两支球队的首发阵容 在赛前其实我们介绍过了 去年的亚洲足球先生赫里斌 是因为有伤 这次没有来到中国 但是从今天的首发阵容 刚才赛前其实跟朱老师 也做了一些分析 相对来讲 还是有一些后手 留在接下来的换人名过当中 没错 12强赛的时候 当时面对中国队两回合 拿了四分的头号功臣马瓦斯 8号 今天是在替补名单里 以往他是打一个右边前卫的位置 今天可能是留一个后手 但是我觉得今天赫里斌不在 中国队一定要注意 索马 二索马 这个人其实他的能力 在此前的沙特联赛 亚冠联赛 还有世界杯预选赛 早已经得到证明 速度冲击力都有 就是现在这个队长 他的这个能力甚至在赫里斌之上 所以对我们的后背线 今天三中位 可能也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我们看看吧 这个叙利亚会不会还是打4-4-2 因为他是在18年的时候 完成了一个换帅 12强赛的功勋主帅 因为也是成绩不好 最终也没有进入到世界杯预选赛 所以被拿下 刚才李皮寒暄的这个 德国教练伯纳德斯坦格 两个人都是超过70岁以上 老教练 斯坦奇正好是70多岁 他是48年生日 3月14号 之前其实他带队的履历来看 应该在亚洲足坛还是比较熟悉的 比如说他带过阿曼 包括伊拉克新加坡 去年想您说的 他接手的是叙利亚队 这就是德国老帅 当然李皮这场比赛之前 其实他也在讲 今天这场比赛 可能球队做的准备工作会更多一些 他更重视 对于这场比赛的意义 相对来说 他会可能两场比赛里取其重 这场比赛更多一些 从中国杯之后 中国队选择的热身赛 两场选择对手都是一弱一强的配备 这样的话我觉得 可能李皮老觉得也发现了 如果老打强队 如果不赢球 甚至大比温输球 这个是比较伤势起的 那么一定选择一个一强一弱的一个搭配 让队员也去找一找信心 不过很遗憾 可能认为弱的印度队 我们没有能够拿下来 对 所以今天球队好像似乎 是把这种热身赛的比赛 推上了风口浪尖 现在比赛已经开球了 今天在奥提中心 中国队是鼓场面对叙利亚队 上半场比赛 中国队是从电视画面的左侧向右侧来攻 一身红色的战袍 非常的醒目 而白色比赛服从右向左进攻 是叙利亚队 今天比赛的主裁判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亚洲的金少 伊尔马托夫 我们先介绍一下双方的首发阵容 在叙利亚队方面 这场比赛首发的门将 是他们的一号主力门将 伊布拉西阿尔马 另外的十个球员分别是 19号阿德基安 11号奥马里 15号阿拉尼赞 18号是阿尔梅迪尼 9号就是刚才朱老师讲的 这场比赛顶在封线上的队长 阿尔索马 14号是哈格莫哈莫德 2是4号 4号是阿尔巴乌尔 5号是阿斯卡尔 另外还有3号 阿拉奖 这是球队的首发11人 中国队这边呢 今天相对于上一场 0比0战平印度队呢 是更换了5个位置 从门将开始 这场比赛呢 用的首发门将呢 是来自广州恒大的 主力门将 1号曾成 上一场是严峻林 对吧 另外呢 有2号刘一鸣 4号于扬 6号是队长冯小婷 7号吴磊 15号无锡 18号告林 20号于汉超 21号于海 28号持中国加上30号 应该是代表国家队 打第二场比赛的金颈道 刚才一瞬间啊 看叙利亚应该是 看的是4231还是442 半场这边 像是一个4231 左后位应该是3号 阿拉奖安 右后位是15号 两个中位是4号 杰伐德阿尔巴乌尔和5号 18号 扎赫阿尔梅迪尼 两个后腰 应该是14号 哈格莫罕默德 还有5号 阿斯卡尔 然后11号 奥马里在左 18号扎赫阿尔梅迪尼在右 19号 马德基安 是在一个前腰的位 顶在最前面的是9号 阿尔索马 中国论在最近的战绩呢 并不是特别出色 所以大家对于今天那场比赛 其实是比较看重 像中国队之前呢 输给卡塔尔之后 0比小负之后呢 就是连续的平局 包括0比0 打平这个巴林队 那么这次集结之后呢 本来像猪老师讲的 可能大家觉得打印度 应该是一个拿分的好机会 甚至多进球 结果没想到呢 有三个门框 最终呢 0比0互交白卷 而叙利亚这边呢 其实看了一下 他18年的比赛 一共打了五场 总体的战绩呢 是一胜三平一负 连续三连平 但是他三连平当中对手呢 其实还是比较强的 2比2平了卡塔尔 另外呢 1比1是平了伊拉克 1比1打平了乌兹 直到上一场比赛 他们终于是拿到了 2018年的第一场胜利 1比0赢了巴林 不错 其实你从他这对手来看 各个实力 应该说都挺强的 你说中国队 现在有把握 赢巴林吗 也很难说 今天中国队 有点像4-4-2 开场之前的 这个阵型 真的是挺少见的 我们待会儿再看一下 约翰超是右边前卫 金晶到达左边前卫 中间是池中国和吴锡 两个前锋是吴磊和高林 高林 对 宇海是左后卫 我们看看右后卫 上刘一鸣打的 对 刘一鸣上一场是替补上来的 对 替补上来之后 应该打过右边后卫 他打的是三中卫里的右中卫 那就是于海的位置 跟上一场比赛也有变化 对 对吧 于海打的左中卫 但是这场比赛 他打回在上岗比较熟悉的 左边后卫 斯坦奇我们其实米卢应该也是跟他是老熟人 01年当时十强赛的时候 中国队和阿曼是在一起的 那是我们可能中国足球最辉煌的一个黄金时代 阿拉尼赞 这是战术犯规 在中场是拉倒了金宁岛 比尔马托夫是比较果断 直接出示了黄牌 这是开场 只打了五分半中不到 对方就领到了第一张黄牌 这次叙利亚队21名队员里有13名是90后 也就是说是斯坦奇上任之后 球队也进行了一个新老交替 一向曾在河南交业效力 然后2比2那场绝杀中国队的萨利赫 像包括5号米达尼 这些中卫都已经从国家队退出了 比较一下他和12强赛的时候 那只叙利亚队相比后危险 变动人员比较大 好球 这个球一直跟着对手 这个球后场出球力度有点大 这套首发里面和12强赛相比呢 应该是有4名队员 除了门将 剩下的3名队员啊 都是在这个中场和前锋线 这看起来他后场的 其实现在是在一个调整性 对 包括你刚才也讲了 排了13名 90后的球员 是 中队前场三条线的压迫 这个球吹了犯规 进行道 这种拦截能力本身就是他出道的特点 对 跟吃中国是一样 身材虽然可能吃亏 但是他的跑动能力 还有包括他的下脚 这个速度 有点积水啊 刚才这个球在传接球当中呢 其实能看到场地有些积水 今天好在没有下雨 但是据说昨天南京应该是下了一天 哦 有点跟昨天英格兰和西班牙的比赛一样 塞维利亚那一直下大雨 然后都以为比赛踢不了了 结果比赛开始前雨停过 但是对主队来说不是好事 最初西班牙输给了英格兰 按昨天深夜的这场比赛的情况来看 大家更希望 今天中国队向英格兰一行 对 半场就打了3比0 是 这个阵型中国队真的打的挺少的 我印象中 好像佩兰时期 尤其李皮是很少用四后卫 对 对吧 他四后卫也用433 他然后四后卫和三中卫之间的切换 352 343 这个是意大利教练比较喜欢的 刘一鸣打边后卫 这也是一个相对比较陌生的位置 既然是亚洲杯前的热身赛 可能李皮我觉得也不是特别看重成绩 当然如果能取胜是更好的 他也希望可能不断的去尝试一些新的打法和人员组合 在他执教了21场比赛 之前包括印度那场 李皮的胜率只有33% 是十年以来国家队历任主教练胜率最低的 卡马乔二十场是35% 高棚高尔岛是两任国家队一共带了50场 达到了54% 佩兰二十八场达到了50% 这么看 好像佩兰的胜率 这个似乎要更高 当然要说最突出的成绩 那肯定是秘书的 对 毕竟是带领中队打进了02年的韩式世界杯 所以这十年没有把它算上 今天跑到中路了 这个球其实可以C直线 他没有调成好 只有脚下还给捅了一下 还好 中队前场打 这球应该不越位 机会 打门 还有不失的机会 又是这个问题 对印度的时候也是单刀不进 这个球持中国的C球非常好 很敏锐 对 正好当时呢 叙利亚的这个阵型是处于一个松散状态 后卫往前压 吴磊呢 有点不自信 拿球的时候 看了一眼边踩 发现不韵味 哎呀 这个球选择用内脚杯去推了一下 他想打这个门将的腋下 这个 就不是主角那样的问题了 对 包括上一场比赛 这个吴磊 告林轮番的大门柱 球的弧度比较高 对方没有给脚球 所以这也暴露了叙利亚这支球队 现在这个后防线 在换人之后 大家彼此缺乏一些默契 刚才是把最重要的中路 属于门壶打开 对 这么大的一个孔章 连续等于放了两个错误 把你后场出球 直接给了中队断 然后呢 就是你后防线 整个这种平行往前压的 这种情况呢 大家并不是很统一 就算是你往前压的时候 其实你的中路啊 一定要记住 要收紧门户 你可以把边路的孔章放 很可惜啊 这本来是一次 很好的破门机 刘一鸣 打了一手抛球 裸足身高 达到一米九 这个 作为中卫来说 他的身材绝对是非常棒 是 预涵招 他能提供啊 前场进攻中必要的突破 不错啊 中卫在这段时间呢 前场的围抢 让对方的几乎出表球 出身于东德 斯坦奇啊 此前在一些东德的球队啊 包括莱比锡 踢球 22岁就退役转行了 然后去了学校呢 转行成为了体育老师 此后呢 在东德 执教了一系列的 U21奥林匹克队 还有包括东德的国家队 好球 内部没有约位 这个球 如果走地面可能更好一些 意图 他是想打身后 但其实高连也没有去插这个位置 那么近的距离 两个人呢 空间太小 空间太小 你过身后太难了 这个进行到了两次了 就是积极 机会来了 哎呀 这门将出击 乌磊的投球 这个时候 其实门将出帽 中队开场之后呢 乌磊已经是头顶脚踢 两次逼进球的机会了 这个开局形式上不错 现在关键就是看 能不能早进球 再看一下 这是进行到自己呢 其实汤大 但是把球抢回来 边路45度起球 是鱼孩给的吧 这还得是一个俱乐部 上岗的配合 对 如果是陈彬彬船呢 也可能更好 我以为你想说的是 胡尔克顶的可能会更好 中场都有一个奥斯卡 那就是绝对是现在 能把联赛里的最佳射手的 这个状态 都带到国家队 不成就规划了 现在叙利亚队 近期准备规划 保加利亚联赛里的一个侯卫 他这个计划中的两名 已经成功地规划了一名 是来自于何甲大力神的 一名中场 叫穆罕默德奥斯曼 而且更可怕的是 这支球队啊 就这个国家啊 他有大量的一些年轻球员 现在在得甲得乙 踢球 对 踢球 就是你包括这个谁 达胡德 他是因为全家已经 迁到了德国 不愿意回到叙利亚 如果要像这样的级别的球员 在得甲得乙 能给这支叙利亚队 提供三到四名的主力 然后各级的德国青年队 能提供五到六名的 这种潜力 潜力股 所以就这支叙利亚队 尽管说可能 有一些国家的动荡啊 这种因素 但其实他的人才 我倒觉得也可能选材面 比我们想象的要宽阔的多 这个球应该给一个 球速快一点的深厚啊 现在开场之后呢 中国队可能利用中路会多一些 两个边路呢 相对来说还没有完全展开 对 反击 就是这个球啊 注意他远射 要了个脚球 他就是第一时间 就找封建的阿尔索马 对让他作为一个进攻的支点 从他的那个身体的素质来看啊 应该是没问题 2018年的二 也就是到现在 其实斯坦奇他执教了一支球队 八个月 嗯 你想的18年满打满算 这是踢的第六场比赛 对 余涵潮第一点顶出来 看看中国队的反击 好球今天抢得很积极啊 干扰了他往边路的这个 高连 再看乌磊的位置 好球 可惜啊 扣的稍微有点大 对 冯小婷现在扮演了一个组织型东卫的角色啊 屡屡能够带球啊压弱半点 好球 反抢的力度非常好 还是在左边路 现在金径道这一侧呢 打得还是很活啊 加上于海的助攻 这球传的力量稍微大了一点 挺好的一个我们控球的局面啊 这个球 输了 他这几下啊 而且我们防守的这个体系呢 相对来说就是大家的位置 离的稍微有些远 距离稍微有一点远 有点空给人感觉 就是拿球队员发现呢 防守队员距离自己都是在五米开外 通常442里面两个前锋扮演第一道防线 然后呢 前卫线和后卫线会压缩一下 比起之间的距离 注意他会利用我们的内部控装 中路在飞敲 两个人有点抢了 这个位置 图顶的位置呢 解围并不是很远 球权还在对方脚下 这球还真没犯规 看看 成功的关门 快咕 漂亮 来出路 哎呀 就这个球始终就没有调整 控制不下来 球有一点追身 但是如果这个就体验出 你是什么级别的球员了 你要是世界级球员 这个球挺好了 捋顺了就是单道 阿尔索马好像是这下受伤了 有可能是被掰了一下 刘一鸣这个球啊 如果转的弧度再小一点 可能吴磊接起来啊 难度就小一点 因为吴磊跑动的线路 正好和这个球旋转过来的 形成了一个重合点 对 所以这样的球就有点追身 弧线再大一点 推迟一点往里转 可能吴磊接起来就更舒服 而且基本功降速 对对吧 这是刚才吴磊那个投球 这球其实顶的还是不错 稍微偏了一点点 而且这个球去充顶需要点勇气 二分之一球 上海上岗的队员跟教练 能看到刚才这一幕心里悬了一下 刚才 有一个在前场 吴磊要跟对方并脚 他明显就收了 他也自己肯定也知道 怕受伤 上岗和恒大的比赛 应该是在 一个在周六 一个在周日 恒大这一轮是主场 主场打北京人和 上岗是客场来挑战江苏苏宁 关键是双方现在只有四分的分场 对 上岗领跑也是不能掉以轻心啊 而且这人一场长三秒得比 左路随着余晓的助攻呢 打得还是不错 右路呢 余汉超呢 现在换位了 金金道道右边了 余汉超到左边了 对方的红终球啊 直接给了高林 远射 这个球对方的门将出现一个低级失误啊 这个球门将 说实话打出去的时候 其实咱们心里觉得应该没有太大的威胁 没有 球速也颇快 而且这个角度也不算刀 但是没想到对方的门将呢 出现了一个失误 当然可能跟草亭的失误 是 1比0 这是个幸运的进手 这个球 这个球无垒都没有去前插啊 去拉扯对方的后卫线 高林断球以后呢 很坚决奔着球门去 然后到了射程以后 直接选择起脚 不管怎么说啊 热身赛的比赛中文队 其实有一个进球也太重要 是吧 这个球完全在门将的控制范围之内 基本上还算中路 这个球啊 打到对方的脚上有一个变线 是稍微有点变线 但是门将这个判断 稍微延迟了一点 伊波拉辛阿尔玛 他是主力 对 他是这个12强赛的主力门将 而且当时呢 在那个队他还是场上队长 对 这个开局呢 中部队还是很美妙啊 攻了20分钟 依靠着一脚远球 不约位 对方的门将出击 这是空门了 打门 哎呀 又打在了门框上 后是横凉了 今天这门将 首先呢 就是中路啊 这个叙利亚的防守啊 要不被打身后 要不就自己横传球失误 我们再看啊 他是高位防守 这个球右边 又是应该是 是右边后卫吧 对吧 刚才那次 好像就跟他有关系 那次到越北 拖在后头 这球你别说 吴磊其实打的还是很巧 是吧 他看对方的 连领带过 已经回来了 这个球连领带过啊 搓了一架 嗯 肯定得搓 因为后卫队员要回去去补门 好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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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郁暗昭 已经探到了进取里面 给到中间 哎呦 这个球如果低平一点啊 可能更好 咱不论结果就单看这样的比赛过程 至少会让球迷比较欣慰 是 对吧 有的时候可能结果不是最重要 输赢并不是中国球迷 现在可能看国足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最重要的是 你敢不敢在过程当中发挥 是啊 高林等于是101场比赛 对 为中国队打开了进球荒啊 呃 本来想说呢 之前打国家队 这10年算是主力前锋了 嗯 呃 咱在正赛里面 只有三例运动战进去 呃 进球率偏低了一些 吴磊呢 是 各项大赛呢 进球是两个 代表国家队也打了五多 所以现在你在看 当年我们国家队里面前锋 你说杨晨李金宇 陶海东 陶海东 范志毅 他们确实可能是 得分型的前锋 对 现在我们的前锋呢 可能在联赛里面对于外援的这种依赖度过于呃过于高 所以呢 有时候更多的是扮演一种配角 嗯 到了国家队你由配角怎么为转化为主角的局 对 这不是一个光思想转变就能够完整的对吧 原来你像包括宋宝珍 是吧 后来还有张玉宁 对 谢辉就是这拨人 呃 其实在这种国际大赛当中 他们扮演的角色 包括在俱乐部当中几乎是一致 对 就是一个国家队里还是需要有这个几个这种一锤定音的球员 小心点对方的动作啊 今天其实对方有一些产球的动作还是比较凶好 19号 阿德坚 主要可能从视觉上 叙利亚队也认为跟金丁岛相比应该能占优势 是 一看这身材 对 那持中国也算一个 是 商誉之后今天进入到了首发 但是你看这个细节 就是当对方踢着这个发现 说对方这个28号尽量不要惹 绕道走 对 应该是个狠角色 再听说两句朝鲜话 你听这明明是韩国球员 又是自己 你看 叙利亚队自己办场的一个处理球失误 玉汉超 利用一下 看看玉汉直接起球 今天这个思路很坚决啊 就是把球发展到边路就是传中 基本上不下地 对吧 吴雷 在敲 改的有点大 刘一鸣 这一侧他的助攻并不是特别多 刘他那我觉得就是 我当时理解就是 于汉超在那个位置 你只管攻了就想 你不用回来 然后他的身后有刘一鸣 去更多的站住防守的位置 没错 现在冯小平 这么有信心吗 对 有点化身为当年的巴西中卫 卢西奥 对对对 咱们就想到一块去 还有拜人的伯阿腾 上半场比赛打了25分钟 中国队现在在和叙利亚的较量当中呢是一球领先 金球的是高林 这个罚球有伪力的嫌疑 球还没等出 人已经进了 扔球的时候投入动作 好像中间不是很连 有点脱节 对 全是一脚的电传 五磊要身后 没有成功 但没关系 这个可以去尝试 门将看到了这个空档 但是 好像受伤了 这脚开完门球之后 还是鞋带开了 应该是有点不太舒服 受伤了 看看刚才高林这个进球 这个三号的 大概在25米左右 直接起脚远胜 这个球我估计高林打出去以后 觉得应该气不大 对 是吧 这个球是对方防守力员碰到了 但这个球没有造成太大的变相 因为在你可控的范围之内 对 对吧 也没有造成太大变相 场边的俱乐部队友 也是国家队队友 老江郑志 也是起身的鼓掌 如果要是上一场进球就完美了 白场进球 对 这可以这么理解 就是新的一个白场轮回当中的第一个球 对 算是一个好的开局 是吧 人将看起来问题不大 这边的比赛进行 今天现场其实也来了一些叙利亚的球迷 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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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其实开场 中国队的精神面貌 没错 这个球没有任何的假动作和节奏变化 就想这么生摆脱 这个在职业球员的层面 是不太可能成功 这个就是问题 就是肖志呢 有背身能力和投球 但是肖志的做球能力 移动能力要差 没错 而且这个带球的能力 是吧 现在就是前场的进攻球员 有各自的特点 但都不够权力 高林的背身要弱一点 他只要有后背凶狠的贴心 有点靠不住 拿不住 就会球容易丢 火 是吧 对方其实踢我估计20分钟左右 就能知道对方这28号 是什么样的角色 一个扫荡形的 小个中场 白砍破是吧 是 中国队虽然进球最近不多 但是也没怎么失球 对方一看可能跟这个28号有关系 咱们的有时候前卫线和后卫线中间的空档距离保持有时候有点大 对 前卫线一压上去以后 后卫线没有及时跟上 也可能是怕对方打身后 所以导致这个夹心层啊 就叙利亚队可以有更多的拿球的机会 这个球可能是顶了一下啊 膝盖 大家都是一个硬攻硬 这可能也跟中国队今天排出的这个442的阵型有关系 对吧 它整个 因为以往我们有两个后腰的时候 或者呢 是有这个四中场的时候 相对来讲 中路的防守线 这种纵向的伸缩性会更好一些 对 这个433啊也好 就是总会有一个相对拖后一点的一个后腰 所以442才发展到这个菱形战备 中场菱形战备 也有平行战备 也有潜叠型 要坏人了 余海这件看起来撞得不轻啊 范晓东 范晓东上一场比赛是剃补上 打到左边后卫 但他在亚太 其实更多的时候打在后腰的位置 奔跑能力很强 体能非常好 这下啊 你看两个人像是这个膝盖的内侧 内侧任带 余海会吃亏的是什么 他是腿在支撑 他受力多 对他受力 对方是带着这个加速度 带着冲力 所以这一下 有可能韧带受伤 只要韧带受伤 估计周末的联赛可能会受益 当年的中国罗本啊 在和甲维特斯也踢过球 但是受过一次大伤之后 他有时候在边路的动作 有时候心里会有些意义 其实可能更多的还是心理因素 运动员大伤之后回来以后呢 其实身体恢复的可能能达到七八成八九成 但是怎么过心理观 林俊宁这边啊 上岗的队友也是非常关心 17号范晓东上 换下了受伤的21号余海 其实我们刚才一直在讲的 中国队开场之后做的比较好 就是左边路的进攻 就是于海这一层 顺脚 然后他本身也有边风属性 其实你看欧洲有很多 现在的五大豪门的边后位 是原来替前锋改造成的边后位 保留进攻属性 然后如果防守能够到位的话 这个其实是符合现代足球的发展需求 好球后蹭 对方是错心做出 两个人碰到一起 吴磊是利用速度 这球手上有点动作 有点动作 我查看事宜还是边线球 你看检查这个内侧震态 这个球也没有形成 这个球刘一鸣 有点油远 不是 这球完了以后 触球完了 他不知道皮球去哪了 这个位置是有对方队员的 范晓东这个出球 这个点不太合理 对方的反击已经升到我们的地区了 左脚强行传冲 看得出来就是叙利亚球员的脚架技术 这球危险 他这是范晓东用右脚 所以这一下 踢刺了 对 也是刚上了 叙利亚球员的脚架技术呢 算不上细腻 是吧 所以他之前啊 十二条赛的成功都能打得比较直 看看吴磊这边右边路套上 轻轻到船中啊 喜欢倒三角和往回抠着船 他很少会说走到底线平行 好球 吃中国啊 这球抢的 这个球有点血液了 好球 高林这一侧 把球球还留在脚下 还是左边路 看个直接起球了 找吴磊 进区里只有吴磊一个点 这个球其实可以沉一沉 不着急船中 这球全在空中飞 看着今天踢得很化 特别热 好球 呼吸 调整大远胜 哎 这脚打的力量啊 抽的啊 都是部位吃的很足 这回门将倒是没有犯错 嗯 鱼海已经是打上冰带 这边也等于是吴磊的主场 哎 没错 这是绝对的主场 嗯 是吧 对 因为苏州本身呢 也属于江苏省 但是今天在南京奥体中心 这是苏宁的主场 真是强悍 真是下地 这球其实有犯规的嫌疑 但是毕竟比赛还在继续 进攻有力 这下得吹了 对吧 这个伊尔玛托夫应该要提醒一下 赤中国 你要注意小伙子 注意你的动作 嗯 今天这上半场至少 我觉得赤中国把自己的 防守的凶狠度啊 覆盖面啊 这些都展现的不错 嗯 鱼海看来伤的不轻啊 是吧 已经回更衣室了 对 伊尔玛托夫得试一下赤中国 上一场 赤中国是因为有伤没有打 对对没打 他也比较陌生 突然看中场上了一个狠角色 这个可以在直接的射程范围内 嗯 对方的头号球星啊 九号二搜马 将近三十米 直接射门 有一个变现 虚雷亚队现在打的真跟十二强赛 那只虚雷亚不太一样 嗯 那只队伍是真的是低位防守 我吸引你来进攻控球 然后我打你反击 而且边路有这种速度非常快的 再加一前方 基本上就是三个人的一个小范围 游击队 对 其他球员不怎么上 嗯 这应该是叙利亚队开场之后的 第二个角球 游阳在盯对方的这个主力前锋 二锁马 终点的位置 球门球 看不太出现在这只叙利亚队呢 因为他处在一个新老交替的时代 对 没看出太多的特点 是是吧 包括这个战术打法的思路啊 他这个14号 哈格莫罕默德 这个是打了12场赛的一个年轻队 从当初到现在啊 现在一直留任下 所以上一场打巴林虽然赢了球 但中场哈米德米多 就对自己没出场表示不满 然后结果直接是被逐阶决定清除出队 所以这个时候你也能看出来 就是伯纳德斯坦奇 现在还没有再对那树立起 自己绝对的权利 对 他本来是在 2016年的4月 也执教完新加坡 他7月份就宣布退休的 结果隔了两年之后 又重新复出 等于是中间已经护鞋有一段 对 又执教了叙利亚 所以这样的资历 可能也很难让队员一下啊得到信 当时第一次选择退休的时候是68岁 可能老爷子想这会儿呢就基本上享受天伦之乐 对 不要做佛克森是吧 也没打算做 后来一看李皮这边还能执教 嗯 语阳的保护不错 刘一鸣这都是未来国家队的常客 嗯 本来李皮很看好高准毅和他的组织 哎 两个人 现在高准毅已经基本上淡出主力了 失误太多 如果要是年轻交学费的话 这学费有点贵 嗯 刘一鸣倒是在全面是绝对的主力 哎 这个两个人又是有点不默契有点强 哇 曾成这脚解围有点滑倒 今天场地好像是有点滑倒 对有点失滑 嗯 这球应该小球了 扣在手了 四股度起球 二点小心 对方打门 哇 漂亮啊 曾成是完成了世界级的普教啊 这球太危险了 这个球我们居然在禁区中路这个点是漏人了 嗯 这个二控的位置没有人防啊 看看中国队的反击 你看吴磊和高凌没想到一块 吴磊想快速的差身后 吴磊还是想等一下 吴磊还是想等一下 吴磊想等一下队友 这球要换奥斯卡就塞了 是吧 奥斯卡是关键队自己的脚拔有信心 马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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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呢 中国队现在 这是刚才那个危险之后 太危险了 这应该 对方应该是8号吧 对 是吧 他进区内 这个 是 这 马瓦斯 马瓦斯看来今天是首发的 哦 对吧 他是8号 所以开放的那个给到的首发阵容 可能有一点小分点 我就说马瓦斯 这可是头号球星啊 这个是刚才二点是他的射门 1比0战胜咱们那个12强赛的首回合 是他得分 当然是抓了咱们门将和后卫的一个失误 第二回合 第一个进球是他创造点球并罚进 刚才那球你看明显是顶回来以后的二点啊 无锡是在那个位置 但是无锡是在当时可能没有意识到 对应该是后腰这个去防守的位置 这是一个危险的位置 所以呢等他看到的时候 当时这个马瓦斯已经拿好球 已经准备胜了 还好他干扰了一下 看个无锡 C到进去里进行道 机会打门 身体太吃亏了 对方手上的多少有点小辣椿 但是这种干扰之下进行道的这个重心已经没了 他是这个矮小的身体已经淹没在这白色的高辣的身体 所以这个时候稍稍有点小动作 破坏你射门的重心 你就会受影响 其实他已经抢在对方的身位身前了 再看一下啊 又抢对方的这个接球人 C的这一下 你看领进去也没问题 对 左脚一领 然后右脚呢 如果跟上之后 其实可以直接射门了 腿再长一点就更好 是 今天啊 抢对方这个中路啊 接球人 后腰位置的接球人啊 其实理事不少 看来呢是抢出信心来 对是吧 抢完之后呢 正好是叙利亚队阵型要拉开 两个中位要往两边拉开 结果中间正好造成一个大空档 或者是边位拉开 造成了内部的空档 这个要求就是第一传球人一定要看出过的 今天门奖出的 然后又出现了失误 又有点大空档 打高了 范晓东上来之后 这第一次胜利 两个队今天开场之后 抢的是真凶 嗯 是吧 相互之间的对抗啊 亲卫性很强 这是鱼饭受伤的一项 但是叙利亚说实话 没有咱们今天抢的叙利亚 是 呃 冒顶了 但是 呃 对 持中国这一冒顶还蹭了一下 所以这也没想到 两个前锋 谁拉边之后 谁去往前顶 现在看应该是无锡更多的往前顶 高林跟吴磊有的时候都喜欢往边上走 然后包括金丁道 金丁道要往中路走的话 他的右路啊 边路的空档一定要让人顶上了 北深打 金丁道 嗯 来 球控的不错 打得很巧 小细活啊 厚啊 你看持中国的一扫 基本上能扫到一片 持中国 这也是还是年轻啊 能经受住这种摧残式的踢板 真正的就是说 可能聪明点啊 球啊 不粘球 出去以后再跑空档再接 对 尽可能就是让你 但这是坎特 对 这球不越位 又没停防 越位了越位了 还是吹了 但即便是这样 第一下又没停防 没领过来 嗯 今天对方的这个中路啊 啊 确实是越位 嗯 确实是越位 今天的边中结合做的还可以 嗯 甚至中路进攻的比例比边路还要高 就是咱们现在明确的是因为我没有一个真正意义的中风 对 是吧 所以我干脆呢就不完成这种所谓的下抵 然后船中找机会强点 呃 如果进区里人数足够的话 包潮到位 可以尝试一下 可以尝试 对 现在中前场的配置呢 基本上就是还是以技术型的球员为主 所以呢 相对来讲这种小范围的呃 短船渗透会打的多一些 对 上半场比赛45分钟了 接近北胜 中国电目前的是一球领先 进球的是高林 哎 这光这几下啊 呃 漏过去以后 然后反套 这还 还 有点想法 这是原来 这球差点平衡 内部 哎呀 小心啊 这球不停啊 直接往内部 应该是一个踢强势的配合 反击 他还喜欢脚下要多带球 你要多带球的话 哎 不跃位 因为 要小心 拖了一下后卫 到进区了 对方左脚射门 曾成这下呢 在进脚的保护还做得不错 你看他跑得很聪明 他假装要往前插 把余扬给带到后卫一下 然后就迂回回去了 结果正好队友传这个球 说不跃位 因为 余扬被带到了一个最深的位置 哎呦 这球啊 余扬超呢 撤回来去补边后卫队位置 这个球也没有打到 差点给了对方机会 他这一看 个人能力还是比较强 是吧 唐特是吧 严压是往前走 奥马尔阿尔索马 以前基本上巴林啊叙利亚 包括像以前咱们看伊拉克对吧 都是有一个特别强力的前奏 对吧 个人能解决问题 他身体本身也好 本来啊是前面的几个人进攻的有一定能力的这个阿尔索马 然后19号马尔迪基安 嗯 然后呢马瓦斯 还有再加赫里斌 这是四个进攻比较突出的能力比较突出的球 没有犯规 没有犯规 这样的话应该上半场比赛接近尾声 伊尔玛托夫也在看表 这个时候呢金哨是吹响了上半场比赛的接触哨 上半场比赛的中国队是在20分钟左右的时间 当时由高林打进了一脚远胜 那个球呢对方的门将也出现了一个相对低级的失误 但是中国队不管怎么说这个进球来的是恰到好处 对 确实太需要一个进球了 甚至就是一场胜利 就是如果随着长时间不进球这种压力会越来越大 没错 更好创是封线球 对 是吧 呃半场的比分是1比0 嗯 曾成那次突就非常 至少两侧 对 包括刚才这个封线的9号 这个阿尔索马在禁区内的左脚射 那个进脚封的也不错 相信下半场比赛中国队会有大面积的调整 因为呢毕竟像恒大 包括上岗还有国安的球员 可能周末的任务还是比较重 啊 周六和周日 呃看看下半场比赛中国队的表现 能不能延续上半场的好的状态啊 我们稍微休息 然后回到眼眸间进行中场的平球 镜头第一时间呢就对准了上半场比赛进球功臣18号高林啊 高林的第101场国家队的比赛一个新的征程完成了第一个新的进球 呃一会要看一下中国队下半场比赛呢会不会马上进行人员调整还是说李皮既然有一个新的尝试呃会稍长一些的去使用 当然上半场比赛呢可能对中国队来讲呢有一个小的不利因素就是于海的突然受伤 本来那段时间我们说左路的进攻是非常犀利的呃 为什么之后偏右了一些呢尤其金星道换到这一侧打的比较活是因为于海后来受伤下场了 是由于进攻中更多的有时候走中路啊所以于汉超其实有点被牺牲了哎 于汉超是喜欢走外线的但是呢我估计可能大家也说了你不要盲目的传重 为了传重而传重所以于汉超的一些特点某种程度上被牺牲了嗯 上半场所以你看呃他的这个边路突破的作用被稀释嗯 所以可能显得稍微沉寂一些对 乌兹贝克斯坦的金少啊亚洲金少我们的老朋友嗯 伊人马托夫好像之前在洲际大赛里面无论是亚冠还是国家队对咱们的判罚不利的更多嗯 不知道这次来到国内吹吹球是不是能呃大家关系能够更友好一些 伊人马托夫呢上半场比赛其实也没有给他太多发挥的机会哎 两支球队呢我们说中队可能拼的比较凶但是呢基本上来说还都是这种比较合理的产巧 呃蓄利亚先换人了是吧蓄利亚是换了一个6号换了一个13号呃 呃6号呢是吉尼亚特都是边后位啊另外13号是萨巴格看看是不是对位啊3号和15号是两个边后位换下了3号阿拉贾安另外呢就是 吉尼亚特可是12强赛的嗯主力右后位 然后看看13号13号萨巴格萨巴格啊原来在12强赛的时候是3号用的阿珍 他是换了两个位置嗯嗯 因为上半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其实我们强调过就是今天的比赛呢蓄利亚队并不是所谓的全主力对有伤缺的球员另外呢 他在首发阵容当中呢是有一些大胆的尝试 那今天其实在进攻中就这个二所马得到队友的支持少了一点太少了啊今天这19号马德基安不知道为什么表现的一般啊 马德基安表现的一般另外呢就是上半场比赛我们提到过的这个明星球员8号马瓦斯 马瓦斯除了在那个点球点附近有一次二次尝试的进攻打得不错之外 哇上半场比赛基本上也没有怎么看 但是中国球迷印象最深刻的是对方的门将 嗯 瞬间时刻帮了 哈哈哈 还有气门而出啊 是 下半场比赛呢是中国队在半场开球交换场地之后呢 中国队友呢是从电视画面的右侧向总策攻 目前的比分是1比0 嗯 而且说到那门将十二强赛的时候面对咱们可能开了话 嗯 反倒是我们的门将在十二强赛的时候对叙利亚犯了错 一场是五操一场是增程了 对 下角东的触摸交给于汉超 嗯 有脚球啊 所以到左路之后啊 他更多的愿意横向内切换成右脚 刚才这个球其实他还是想扣 倒回到右脚了之后再传中 下半场比赛一开场 中国队就获得了一个角球 这是全场比赛到现在为止中国队的第三个角球 如希开一个战术角球 范晓冬直接起球 球有点平 但是 不愿意去高点 因为走高点可能 没有真正的中锋 但好在角球咱们有中位 但是可能征品信心也不足 因为你看叙利亚这身体 是 又高又转 蹭 这球 蹭蹭 还是习惯于往边路蹭 对吧 叙利亚的身体条件 其实严格意上讲就是欧洲人的身材 对吧 身体也是真好 所以你想啊 他大量的球员 你说刚刚上面然后介绍的在得甲得乙 各级的得青 俱乐部的青年队里面 身体能扛得住 身体能适应得甲的 对 你包括原来伊朗球员在得甲取得成功 没错 注意对方的反击 人数并不是特别多 对方的大范围的长船 船刺了 他这进攻 现在看真的是退步了 过去反击是非常犀利 陈小婷 方小冬 有意思啊 还是一开场 还是在左侧做文章多 鼓磊 这个球就还是这问题 就一个前锋拉走了之后 一定要在禁区里啊 多增加包抄人数 对 基本上啊 就是在五大联赛里面 要传出之后 禁区里有三个人 能玩出街舞高抄 对 快发 你要按说在今天李皮这个体系下呢 就是无锡和金睛道的插上 应该要更多一球 好球 脚根一颗 对方减为失误 有机会 这球可以拿左脚啊 第一时间抢射啊 他还是想内切啊 没有机会 无锡在转移 中国队打得很耐心 进去内敲 这内部啊 哎接一下 你看 高龄一个人拿球 选一三个人包夹 你一定要有人去 传完就不管了 你传完要接一下 金睛道着一般给配了 配来之后就不用管 还有塔尔德利 也是 基本上一转身自己单单 对 吃中国怎么好像有点儿了 好像有点儿小拉伤的一层 那儿对 你看刚才高林的这种脚号根的妙虫 这一颗这种小技术还在特点 他你没看在恒大里面 他现在什么给高拉特这些助攻都是神来之比 对 乱钊上一场比赛一开始打的是右翼位 嗯 那突破犀利 而且是正面带球向前 好球球拿得不错 对 摘出来 右边 右边 中国在看队友的位置 右边 刘雨明辞职到位 嗯 余汉抽 下半场这一侧打的就活跃啊 进区里还是 进区里还是一个人啊 这个时候 有机会 吴磊 中间是吴希 再往里面送 哎呀 稍大了一点 想法都不错啊 想法都不错 对 所以你看吴希呢 他需要承担起这种组织核心的任务 然后你还需要他前叉 所以我说这是热身赛 如果要是亚洲杯的时候 这样的传球手 有 郝俊敏 对 张希哲 都可以 都可以 而且他们更擅长做这个 就 我个人觉得打印度那场比赛 如果要换成亚洲杯这样正式比赛 嗯 中国队 紧不愧说肯定有 好球 吴磊超 汤的稍微有点大 今天第一好的是比赛time 嗯 是吧 因为球迷也担心 到了这个周末呢 球员们还都要回到自己联赛征战 所以现在这一强一弱的选择啊 究竟是强放在前头 还是弱放在前头 上一个国际比赛日 接着咱们打卡纳尔 对 打得不好 打巴林 打巴林结果精神面貌 烧好一些 对 改变了很多嘛 而且那会是长途把射 对对对 你要远复到西亚去打比赛 嗯 双方对角 正前脚或者飞刀射 飞刀和快刀 好球 是球拿下来 迅速向前 看看乌雷又是机会 打门 啊 这是第二个单刀了啊 这怎么呢 这在联赛里面这种球能打进去 上一次上半场应该是要打夜下 是吧 这次你想打个春呢 对打小门 乌雷也大门 上半场你有那样的发挥 为什么这个球没有打进啊 呃 乌锡已经送的很好了 这球啊 领的也没问题 进攻有力 所以这个就是 C罗在活动里面告诉乌雷 每天练500次左脚带球 为了保证你的左右脚更均衡 嗯 其实刚才他那下打门是他的左脚 也就是说他左脚实际上是用推射 这个推呢就求稳 嗯 那么你打小门需要精度 力量 这个力量和速度就出来了 对 还是感觉啊 他这个左脚如果打的话 有点信心没有那么索 是吧 你看他对方门将出击之后呢 本身给你的这个覆盖面积就好大 呜呜 小心厚点啊 或者说他领好了 你看这个单刀 你看 不断的向外走 这个如果要是对自己的技术 有信心领好的话 亨利更多的时候这个位置 都是强行的扭伸拿右脚 去搓远脚 或推远脚 对 那就还是在于你的领球 停球的方向 决定了你下一个射门动作的选择 以后摩大哥可能都是这个题了 是吧 比利时队都已经那样了 而且亨利呢是 他是用右脚停 然后用右脚可以打的 对对 他右脚往身子的这个里侧挺 然后你右脚正好可以扭伸 对 而且你右脚如果最后打这个左边路的射门的话 你的开脚更大 对对吧 而且你还是习惯脚 更熟悉 把握率更高 哎呦 小心意外啊 喂 禁区里面对方打人说 哦 这个球太危险了啊 余扬这边做了一个抱歉的动作 嗯 现在对方的 两次有威胁的射门啊 都来自于9号 这好像是刚才19号啊 我们一直在批评他啊 就这场比赛发挥一般的 这个马德基安 刚才的一次误打误撞的一个突破 哎 这个球中国队太松了 哎呦 后点 刚才这个球 为什么打内部的空当没有人去跑 没人跟啊 对方其实第一时间都没有想去追 再看一下啊 有点愣神了 这是刚才那次 这一下啊一拐脚啊 嗯 做一个变相还很突然 都能送啊 这个比赛现在还有很长的时间 中间接 这是他的8号 瓦瓦斯 真有力 嗯 嗯 你看他没往边走 还有尝试往中间塞 感觉虚雅这两下呢 有点倒起来 嗯 他真明显上半场你看啊 他就是在做一些传控的尝试 嗯 过去打那种低位防守呢 可能一直说这战术呢 更功利 但是呢更容易保证成绩 上限不高 你要真能把传控打起来 假如说在规划一些出色的球员 嗯 那还真具备这实力 是啊 那上限就提高了 实在不行就是 你把这个八个抬钢琴的人 防守体系做好 然后让三个规划球员去弹钢琴 是啊 这十分钟反正下半场上来之后有变化 嗯 对方踢得也比较积极 反正也是有一赛 反正也对成绩呢 不是那么的过分看着 没错 所以还是要更多的演练一下自己进攻 诶 这个传球 因为这个球是往中路回传 向前送 然后进京道呢 球也没有拿好 这个位置丢球是很危险 这球怎么能蹦进来 这个球 这段时间呢 稍微顶一顶 哇 你看这种顶的位置都是不太合理 嗯 范晓东吧 他拿右脚解围恐怕也没信心 就这个左脚球员在这个位置一旦打到 自己身前想解围 嗯 挺别扭 想想这个上赛季曼彻斯特德比 这无法固在这个位置的左脚的乌龙助攻 嗯 哎呀 这个球如果能外脚位一别啊给余汉超 等于从边路就超车了 估计呢高林这个位置一会会调整 他这个体能呢随着比赛连续打两场快一场半 他上一场国家队比赛日就打了两场 对啊 结果一回去也累得够呛 因为上一场他是打满了全场 对对吧 而且还跑到吸压课程 嗯 对方又是脚球 下半场比赛对方就有两个脚球 包括金经道的体能消耗的也不小 还有国安队的吃虫膜 是吧 这有可能一会都会进行调整 能打65分钟吧 嗯 先拿好 对方错进错出又把球权交回来 这是有犯规 但是咱们老想着更完美些 如果这个球在倒地之前把球送出去 对 真的是一个很好的反应器 你身体对抗能力没那么强 为什么之前我们可能在亚洲踢伊朗 特别偷的 嗯 包括踢韩国啊 身体对抗确实吃亏的太平衡 然后你出脚的速度再慢一下 对 就很难办 包括上一个赵徐日 上一个国家队比赛 咱们踢卡塔尔 其实身体也吃亏 赵徐日会不会调这个吃中国啊 好像吃中国刚才有一点小拉伤 对 好像突击应该是管他 赵徐日呢是上一场比赛打的首发 嗯 下半场呢被买提江换一下 这球想去推这一下 踢的太靠近地面了 果然换下来自北京国安队的球员 吃中国 北京球迷都清楚 吃中国对国安队意义的意味着什么 对 这个位置千万不能出问题 国安队周末应该是周日的比赛 周日的下午 嗯 去面对长青亚太 哎 让范晓东再多打一会 哈哈哈哈 这个事儿可能还是源自于于海的 对 是吧 这四号 应该坚持不了 四号八五二 叙利亚队呢 11月份也安排了两场比赛 分别是打科威特和阿曼 对 中国队这边呢 安排的应该是巴勒斯塔 和土克曼斯塔 也都是打亚洲杯决赛圈的球队 嗯 这个两个老球迷啊 2001年 02年 我们进军世界杯都记得 那应该是沈阳那球迷叫罗西 他陪着中国队走了不远万里啊 身上挂着各种纪念笔 嗯 其实这样的球迷在国外我也见了 世界杯的时候 见到赛场边身上挂满了各种 什么纪念章纪念品啊 我记得有一个来自葡萄牙的球 是吧 好球 顺势向前 这个球应该没有越位 又是乌磊啊 越位了 乌磊今天有大把的机会啊 那个葡萄牙球迷好像还是骑着自行车 是吧 哦 有一个骑着自行车去看俄罗斯世界杯 对 去看俄罗斯世界杯 这球没越位啊 这球不越位啊 是吧 这球乌磊是后插胜 我这个无盼啊 这还不是毫厘之间的问题啊 这个算是比较重大的无盼 在罗西边上还有一个咱们北京球迷比较熟悉的 嗯 长相酷斯施拉普纳 2号停下了4号 2号是阿尔马斯里 马斯里 全场比赛刚刚打了一个小时 嗯 现在比分中队是一平领先 但是看上去呢 如果说细节再做的好一些 运气再好一些的话 中国队现在肯定不止一两个 对 我还除了 嗯 这个 U系列集训 是不是还得办一个临门一脚学习班 好球 啊 现在有点像是不是三中位啊 一会再看一下 因为冯小婷呢 他本身活动的范围比较大 中路 胸部一停 照须日 应该有脚球 这是中国队的第四个角球 赵一脚啊 96年 1996年 当时在亚洲杯 我们在形势危急的时候 面对叙利亚 马明雨 一脚远射 还进入了亚洲杯历史 可能十大进球吧 今天赵一脚能不能来一脚 赵一头也行 哈哈 哈哈 明显你看今天的定位球脚球啊 都不是往高点走 对对 是吧 刻意绕开了这个对方的防空区 好烫啊 好烫啊 哎 要小心 这下滑铲的没有对到 断到对方的球 被突破了 有越位了 但这个球其实挺悬的啊 嗯 就在毫厘之间 如果过来的话 是一对一的进 一阳稍稍的可能 再看一下 是吧 很难讲啊这种球 就是靠裁判的那个第一时间的判断 一阳补过去以后啊 然后 另外一个中列再往那靠一下 好球 速度 吴磊 加速 还是对抗不行啊 哎 点球 这球给了点球啊 哈哈哈哈 伊尔马托夫 呃 朱老师刚才讲可能会通过这两场比赛 会不会大家的关系会更和睦 还给了黄牌 对方很显然对这个点球是 他认为是莫须有的 说实在话 咱们的感觉其实不是特别明显的点球 不是特别明显的点球 因为首先就是乌磊呢 并没有说超出对方太多的身位 而且呢 对方也没有太多的动作 对 而且伊尔马托夫是一手肘啊 有动作 但这个手臂是否有明确的张开 我们待会通过慢镜再看一下 嗯 你看身位对等 几乎是平行 这其实完全是被抗开 对 两个人平行对等 应该是被抗开的 应该是被抗开的 然后呢作为中位呢 你说他一个习惯性 大家伸手卡一下 这也很正好 这个球 看这点球 有点牵强 有点牵强 是吧 有点牵强 对方的文匠应该也吃了一张黄牌 嗯 你好阿玛 这个 阿玛说上本场比赛 我那个失误之后 总体表现还不错 但是 再怎么扛 也没扛住 非要给个点球 再给离子铺点球的机会 热身赛也没有 对 高林啊 看看高林能不能 在今天这场比赛当中的 连续打进两个进球 嗯 葛大跃他倒是勇于承担责任 打点球 基本上打文匠的右手的下角 也就是他的指路 对方的右下角 嗯 看吧 65分钟 铺跑 打门被扑出来了 哎 还真是这个角 是吧 还真是这个角 但是这个角掰的还不够开 不是他打高了 他原来打的都是下角 抽起来 对他给打了一半高 正是门匠最喜欢的一个下身 他不用下到地 就可以把这球扑住了 没错 没错 比分还是1比0 你这门匠是不是也看了高林 法典球的录像 我以为是这个防守方 也有球员给指示 也有小纸条 是吧 也好 这个我觉得 还算是公平吧 对 对 算是公平 我觉得用更犀利的 或者说更有效的进攻运动战吧 我觉得去攻破球门 可能更让对手信服 好球 说服力 对吧 65分钟 前掌拿球 脚下还有 塞进来 看看能不能掰到中间 这个好像是一打手 又给点球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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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该是又判点球了 对对对对 这回让就是叙利亚的球员完全无法理解 他是一直打到了凶手 又一张牌 这14号是不是 刚才好 这14号是不是已经拿过牌了 刚才记住 连续的黄牌 一是马特夫说你们先别闹 因为我现在还没记录谁有黄牌的 一会儿乱 刚才我记是14号 他门匠现在也不能拿牌了 对吧 阿尔玛现在是有黄牌的 他可能示意呢 就是说这个球应该是打到我这个胸口的位置 一般划铲过去可能打得累 14号 对 14号这个穆罕默德 他指的也是自己的累 反正刚才这个直播画面当中 可能我们看的还不是特别清楚 看了一会儿还有没有其他的角度 如果他倒地划铲 手臂张开了 那肯定是点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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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因为你阻拦了这个船中线路 你是扩大了方法 一般来说如果呢 是划铲了夹着身边 这个球还真应该判点球 这你看他这 对 他扩大防守面积 他是打到了内部 建起来 建到了手上 看裁判 一般这种球就是 取决于裁判 因为英超很多这样的球 就是如果打到身体折射到手上 是一般不怕 对 球找手 就不怕了 因为而且刚才有一个细节 是对方回头了 他并没有朝这个球的方向再看 如果第一下直接打在手上 那肯定确凿无疑的是一个点球 是八号要来主罚吗 那就罚了 换成无垒了 但是不管怎么说 这个点球至少比刚才那个点球 看起来呢 要稍微合理 是吧 至少是手球了 这俩点球离的时间太近了 大概是一分钟 马宁在跟对方的教练 70岁的德国老人在解释 实际上我 我判了大概可能半倍的球 但是一分钟之内被连判两个点球的 不太多 马宁说比赛结束 我送你一张这张比赛的光盘作为纪念 所以赶紧让叙利亚队回到连赛当中 学习我们的V 对对对 看看乌磊 乌磊今天有几次单刀球 都没有把握住 这应该是一个必进球的机会 这次就不说乌磊罚了 出跑 大门 球进 比分变成了2比0 只要打出角度 力量 这个能讲是没有办法 这个球就是打了一个巧的 并没有说一味的追求速度和力量 但是呢角度掰的非常好 但你说这两个点球啊 其实对方的这个门匠表现的是不错 这个球其实如果角度再小一点的话 又有可能 对对 看乌磊这个固态射门还可以 就静态射门 这个动态射门还需要再提高 就是运动战的机会 你看只要打一贴地 这个门匠你下身 因为你下身还有时间 对 你这是够不到的 暴林之前在国家队打点球都打的这样的一个类似的方式 余大宝是不是要上 对方要先换人 换下了场上的这个进攻的核心球员 8号马瓦斯 上17号 卡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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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瑟夫卡尔法 比分变成了2比0 中国队连续获得两个点球的机会呢 把握住了一个 那余大宝上了余大宝是换下了高林 刚才咱们也预测了 高林应该打了一场已经多了70分钟 超过一场半 应该要下来休息 年龄在这儿 对 独磊说我什么时候下进 我也进球了 但是李皮说你运动战还没有开户 但你说其实他在联赛当中运动战 运动战得分非常多 头顶脚踢 他全都有 你光靠点球是不可能续到说现在这个射手把握 考前的位置 是 在俱乐部可能上岗今年有些很难处理的球 他都把握住 七十分钟 还有大概二十多分钟的时间 余大宝上 大宝也需要适应 这个在俱乐部这边都打到中尉 到国家队再打到前锋 这是在两个不同的频道里来切换 走走走走走走走快点 而且他在比赛中啊踢后卫的时候 尤其在针顶的时候他下意识做的动作还是前锋的动作 他针顶 是时候起跳他有一个抬手肘压手肘 这个要作为后卫很容易被判翻过 下胳膊 是吧 他是一个下意识的动作 对 这个很容易吃亏啊 打贵州的人已经吃亏了 好球 这球平复了至少三秒 停球全都是有瑕疵 这球应该有犯规啊 但是才他没吹 这球可能动作还是有点坏 这是跟塔尔德利学的 巴西球员就是你上普特门 啪摸你小门 远端是谁啊 金睛闹 对 就是抹人小门之后啊 应该是被顶了一下 他在山东队也是绝对的主力啊 哦 膝盖 对膝盖 这是高林那个点 你看门匠其实还缓了他一下 是吧 重心先去调 所以上半场你说那个丢球 对他来说真的不是正常水 对 上半场感觉他毛头太慌啊 出击几次也比较飘 嗯 金睛道估计也要换下了 这么踢 可能跟鲁能那边不太好交代 哈哈哈哈 呼吸 点过来 第一时间分中路 哇这个球 呃 想的是不错啊 想的是不错 哎呦这个动作肯定是要吃饱饭 这是这个肯定要吃饱饭 这是照一手啊 对 嗯 其实这种动作是可以避免的 对吧 这个对对方还是有一定危害性 哎呦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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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下筋筋道 嗯 李皮还是挺欣赏的 从上期集训征招之后 每场比赛都给他时间 这是第一个入选国家队的新疆籍的球员 有励志的意义 以后鼓励更多的新疆孩子 能够去投身到这项运动 甚至可以发散到西部 西部的球员 其实有的时候你会发现 就是来自新疆的球员 小的时候 他的身体条件非常突出 而且脚下技术这种能力 小范围的配合 都是不错 关键在于他们后天的成长经历 吹了大宝的犯规 上岗球迷现在就着急 什么时候能把我们的这个鼓垒换了 于海那边已经受伤了 对吧 下一场能不能踢很难讲 因为吴磊上一场比赛也是打满全场 是 先吹了犯规 中国队犯规 阻挡了 买提江上来之后 他对于这种正面高空球的防守 能够稍微好一些 无锡的反击 今天无锡的几次直c球啊 c的很敏锐 买提江他们过渡一下 他打左边让于汉超到右边 这样的话两个都是顺足啊 而且现在中场中路这两个人的买提江和赵旭日 相对来讲他们的这种屏障能力就更好一些 没有 他把范晓东挪到中间 挪到中间 对 打的亚太习惯的后腰了 然后买提江应该到左边去 你看这身体 是吧 一定要有硬度啊 就对抗 赵旭日的球风 从大家开始熟知 他到现在应该没什么变 是 来了两万两千人 来了两万两千人 宋潇婷今天真是凶猛 断球 杀到击区 可以先不传 对 先回来 顾一顾 这就是老队员的经验 一看没有人 冯耀婷 应该是有人受伤了 应该是有人受伤了 对方的19号 19号 阿德基安 这场球对双方消耗还都不小 准备换10号 10号是奥斯曼 奥斯曼 这应该是之前咱们说的 就是我说的荷兰 荷兰的规划球员 荷兰大力神的中场 94年1月1号出生 只有24岁 赶穿10号 不能在荷甲梯 应该这水平 还是比亚洲肯定要高 但是它是叫奥斯曼 不是奥斯曼 但是它带着一个莫罕莫德 你就知道 这肯定是规划的理由 这个球如果低一点抢不到就很难 吴磊感觉有点累 其实有点累 也肯定有所保留了 这个时候再冲刺 香港的球迷说 现在你已经打高林换下了 为什么吴磊还给我留下 是吧 范晓东还是左后卫 那个左边前卫买迪江 然后吴熙和赵玉是中路 然后于岸昭是右边 还是四四二 今天这个李皮 人变四四二 咱们真是不得而知 一贯之 是不是觉得这个阵型战术 队员理解的更透露 哎 这个 范晓东扑得太猛了 这个球 你说你左边后卫扑着一下 而且猛 还是让人对方一下给绕到身后去了 对 先把自己的 扑出去 注意 对方还是抢到一点 还是二搜马 进攻 徐勒亚今天打的一半 进攻很符合可能 他在亚洲的这个定位 今天防守 一向稳固的防守 也上半场失误太多 过去是第一位防守 现在要往前推这个防线 并且要拉开的话 被打身后打空当的机会太过了 这个可能他们就要去学习和适应 你看 就中国队想都不用想啊 直接就是打身后 哎呦 这个球 两个人其实都跑帽了 对 漂亮 三角的配合 吴雷 外脚被传 这球 奥斯卡经常这么干 奥斯卡的外脚被 但是你得把球转起来 你学跨雷斯马 他这种球啊 其实是挺难的一件事 对吧 你的外脚被想打出力量 而且旋转又够 腰球的这个腿部的力量非常足 因为你外脚被 其实非常贵的持球部位 对 会影响 对 影响皮球 的这个速度 将近80分钟了 现在中部队呢是依靠着乌磊刚才的点球啊 把比分扩大 现在是2比0领先 你看这奥斯曼上来之后 以他还真是为核心了 嗯 你想赶穿10号啊 赶穿10号啊 赶穿10号啊 边上你还选择一强凸 而且你丢了就意味着你身后的股囊就得需要队伍 所以班长休息的时候其实咱们也在聊 现在对整个左后卫这个位 相对来说其实姜志鹏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对 我觉得上一场打印度的时候 你要是需要那样的编一位的能力 姜志鹏太合适了 在福利就踢这个一位 左后卫的滑下是踢四后卫的左边 这架传球打在队友身上 姜志鹏在左路的传中脚法是应该在国内属一属二 内脚背的传中球 他一般打着一个内弧线 球很平 侵略性极强 好球 这两下直线的出现还不错 看看乌磊 这范晓东你看一抢球就上手 几次都是上手 一上手对方一倒肯定就吹了 李学鹏 颜俊玲 郑志 颜俊玲说我上去可以踢踢乌磊 我消耗不大 是啊 你现在这么看 乌磊有可能是打满全场 连续两场打满全场 看着也打满全场 这个球不越位 向小婷打了一下 要远射 这下差点这么简单的一个就是撞墙 二打二就进去了 对方这个球其实传的稍微靠后一点 但是我们逼抢的慢 所以让对方调整之后带到禁区里 刚才有球员受伤了 再看 咱们瞬间你看 中卫和边卫的内部也是太大了 刘一鸣过来捕他 刘一鸣受伤了 对 就是捕那一下受的伤 那个俞昂靠近这个 以为对方要往右路走 所以他和冯耀廷都往右路移 导致了他和右后卫中间这个空档特别大 这个点球要比今天几次射门质量高了很多 一个是静态一个是动态还是不香 就是他现在在国家队只能进静态 但是回归到联赛当中是这个所向无敌 那身边的人不一样 有个巨人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有个浩克 阿尔贝耶德 范晓东当初在绿城的时候 正打左边后卫 就后来一路都打不上 就去了亚太以后 成功的给改造成了后腰 而且后插上进攻 他真是做的不错 邓寒门上 这是正印的边后卫 现在在李皮包括在U23的博奥队当中 其实他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稳 但是在亨大有时候现在不太敢轻易用 现在卡拉瓦罗是不敢翻任何的拖 是 积分落后 这一下转身到母 就刚才顺势的这个动作连接就看得出来其实在欧洲练得不错 是吧 应求之后 然后转身左脚一抹 就想直接滚过去了 吴熙这下收得也很快 把这个位置先抢住 吴熙也得感谢高摸高尔党 当初从右后卫的位置给解放过来 对 达到了中场中午 就是在江苏嘛 对 是吧 但是老布在上海队的时候呢 基本上他也算是年少成名了 嗯 但他要打右后卫 估计就会被埋没了 是 张修为 来自天津的球员 嗯 嗯 经历过很多坎坷了 对 中国的魔敌是吧 但愿能对他的人生的成长道路可能能吸取教训 是 成为一个坏事变好事 嗯 哎 一对一突过去了 看完球到进区里 对球呢 大宝没有能够卡到前点 而且传中也选择的是贴着地面 嗯 断了 买提将 抢了一下 范晓东 来一脚 这脚是传中的射门 更像是传中啊 是吧 我感觉像射门 是吧 就是踢出来的效果像传中 没吃准步 就这个位置如果上江志旁的话 其实也不错 对吧 就这种射门的区域 他应该是江志旁的区域 45度 或者下底 嗯 他的传中的 脚法 高速跑动中的传中脚法 还是比较稳定的 张修为上 自己还祈祷了一分 嗯 一下无锡 对 无锡好像复步这块 我刚才被顶了一下 他其实今天首发都有点意外 对印度那场比赛 被踢了那一脚 那么狠 本来以为这场比赛 他就不会上 可能有一部分原因 因为这场比赛是江苏的主场 嗯 是吧 对 有可能 甚至可能队员自己跟教练 在沟通当中 会有一个态度 嗯 这样张修为和赵旭日呢 也算是移植一些 还是在俱乐部的组合 对 一上来张修为就是中场的一个 凶狠的拦截 还是有天赋的一个球员 对 能想能进入到李昂的清训队 然后甚至选麻到一线队训练 本来是法方 把他准备当好苗子 好好去培养 嗯 然后再掏线 但现在这种心证情况下 有多少球员能耐得住这种诱惑 提前回来 因为你在心证下呢 实际上你真正的这个诱惑 你的时间也不会特别长 大概一个球员就是两三点 那不一样 你这个手可能出了 这个在国外 真的可能你踢很坚固 你又打不上主力 然后收入又低 一个人去打拼 回到国内签一勾心 这边就是一年报复 对啊 哪怕就踢个两年 三年心证的享受也够了 是 踢出了一个职业生涯 所以像孙兴敏那样的成功就是 在目前的国内不太可能 自己一个人很小就去了汉堡 是坚固的老兵 这球给 哎呀 没有能够送过去啊 这球 这球 汉思还要穿对方一个当场 89分钟已经过了 将近90分钟了 邓克勒现在还是两球领先 阻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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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看就是欧风是吧 对 欧洲的球风 这哪怕他拿球 就是发现对方逼上来 他也不慌 这个就是 哎呀 小心啊 余扬不要跟对方去 这个 就有太多的不冷静 对方现在有点斗气 球危险 孙小婷这一点很重要啊 不要警察 张修卫还是要早一点去靠 技术人球员有时候 不太愿意去拿身体 去硬碰硬 这是一个心理习惯 55分钟 因为下半场比赛呢 光点球就看了 哎呦 这球啊 这点被漏了 果然吧 奥斯曼啊 就顺势的一脚扫射 这个位置又空了 漏人啊 直接扫凌空 打偏 你看这种 饕当的过人 因为他知道你上来贴我那么近 那我转身的时候就是模拟的小孩 对 所以说就是一个动作 就感觉像英超的那些踢法 是吧 RZR有的时候经常用这样的 是 今天这个442 今天咱不说了 就是防守啊 两个平行站位的中前位 有时候如何在防守的时候保护一下自己的这个后背线 嗯 这块可能 如果要是把442去强化了 可能还会要给队员灌输一下 是 鱼羊的抢断 这边那是封潇婷 可以给门将 这个 这个位置啊 这个角度的出球可是真够悬的 太冒险了 这个位置宁可是大脚的解围啊 他刚才给门将 门将直接大脚出给他 今天有几次这种后场的出球就是断球之后的 右手转弓啊 对方逼的比较凶 给到这种中路尤其湖顶的位置 金总给了门将张璐啊 第三门将 嗯 参加了集训但是没有机会出场 买提江的断球 中国队也不着急 范晓东的这个进攻的力度比买提江的 不深 反正防守呢就那样 但是进攻呢 我一定要把自己特点展现出 对 这也是把自己的特点啊 争取给李皮留下一个鲜明的意见 典型的工兵球员 还有两分半钟 中国队呢 终于是在这个时隔多场之后啊 嗯 不光是获得了进球 而且呢取得了一场胜利 对 来之不易 先赢球吧 嗯 给球队树立点信心 对吧 树立信心 当然还包括我们广大的球迷 嗯 需要给球迷点信心 咱说穷则思辨 不赢球也思辨 好球 看看乌磊 哎呦 差一点啊 确实也到了90分钟这个要冲刺 极限 会受影响 这叙利亚这门匠身材你看看不高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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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绿阳 今天打满全场 这次呢本来嫖成入选国家就明白了 但是有伤 有伤对 前场的任意球 还有最后一分钟 裁判的手先响了 推人 吹的是大宝 嗯 嗯 这裁判的判法指细致到这会成 毕竟是有两个点球嘛 哈哈哈哈 哎呦 这蟹子都是很漂亮啊 嗯 确实这个能力比其他的队友要高一块 嗯 咱们也考虑考虑吧 规划一下 吴磊 角球去附近把球封出来 中路迟迟啊 在等队友 哎 可以转了 白提江看个传桌 没有过点 对方看个还有没有一次反击的机会啊 其实古时时间已经到了 应该没有了 叙利亚呢 其实真正到了19年的阿联酋的亚洲杯决赛圈呢 他应该是跟巴勒斯坦一场 嗯 另外包括像毕鲁当中他还有约旦和澳大利亚 哇 他跟澳大利亚可打完世界杯的福加赛啊 谁能想到12强最后他还进军打到福加赛 是 这个时候呢 来自乌兹别克斯坦的亚洲金绍伊尔马托夫 吹响了全场比赛的结束哨音啊 中国支队的 连续两场热身赛当中终于是取胜了一场 而且这场比赛呢是比较信服的一个过程 2比0 也希望吧这个通过这个取胜也能让后面的这些我们的运动战进攻能够打得更流畅啊更有效率 嗯 吴磊和告林坚持首发的两个前锋都进球了啊 这个可能也是李皮的目的就是通过进球让你们去找回一些信息 对 而且今天呢用了新的这个比赛战术 和我们的这个比赛态度之后 可能球迷呢会更欣慰一些 不知道会不会在亚洲杯啊也能看到我们去使用442这个 这是一个新的变招啊 一个新的后手 对 恭喜中国国家队 这样的话2比0在主场南京奥迪东新击败了叙利亚 那到这里呢这场比赛的直播也要全部结束了 感谢球迷的收看 也感谢朱一铭老师做客演播间精彩的点评